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在我們進入這個主題的時候 講個 西洋的哲學史 你知道那個西洋的文學 神話 在整個他們西方的歷史跟 這個文學上有很高的地位 他們的西洋神話就好像我們中國的風神 那些神可以在天上也可以到人間來 也可以跟人生很多小孩子 那有一天那個天神有一個宗師叫 跟希拉 他的老婆叫希拉兩個夫妻 等於一王大帝之類的 就在看我們人的生活 你知道嗎 他們一直看一直看就很欠如人的生活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的生命有限會死亡 可是人很奧妙 我們知道我們生命有限而且會死亡 可是我們不斷地在努力跟增長 所以這個是神很羡慕人的地方 而且白思不解 你們的生命只有60年50年 為什麼你要增長 為什麼你要抵抗 因為神他們的生命是immortal 不朽的 就是forever immortal 不會腐朽 活一輩子 很累啊 所以真的很快樂也不是很快樂啊 說痛苦也沒有你的痛苦 他這樣的人真的有什麼命 如果讓有很多用不完的錢 每天起來都不曉得怎麼去用錢 那你要怎麼過日子 我們今天快樂是因為我們必須要不斷的努力去賺錢 那好不容易賺那個錢 你就覺得很快樂 就這樣而已 為什麼要講這個例子 當然跟這個有關係嘛 你看 大運不佳 流連不利啊 那怎麼辦 你還是要重量的鼓勵他 要正向思考 你看 財 財 殺 結 觀 傷 財 主要他身弱 財多身弱不吉啊 你結一個財好了 還有兩個財坐這裡啊 要切記感情 尤其對異性的感情要注意的 好不容易有一點錢 一定不要花費在不需要的地方 從他的命盤來看 2015就不好 2016不好 2017不好 2018不好 2019不好 2020不好 2021不好 也就是說他不好的日子當中 還要再過三年 所以我就跟你講 大運不佳 流連不利 首先喔 首先要回到原點 結財結財 先結條件你要有財嘛 財可以被結嘛 結色結色 你要有資色啊 這個人他不是沒有財娃 不是沒有錢 油 油 這個都可以生產 油 只是你對金錢的管理概念不好 不好 而且2019年對你非常不好 衝到了 你2019有一個災難 要注意 今年啊 你今年這個災難可能是一個車禍 而且這個車禍會集中在2019的農曆10月10月10月 要特別注意 而且這個車禍可能是你撞到別人 要賠很多很多錢 要注意喔 我已經跟他講了一下 大運不佳 流連不利 年夜我都給你滾出來啦 農曆10月10月10月要特別注意 最好不要開車啦 如果你住在台北就比較好 台北有結印啊 乖乖走路就好 走路頭低一點 不要亂看 懂不懂 不要讓你的冤親在座看到你就死定了 有沒有 好好注意一下 那這個東西的話 來講的話 這個人跟他太太感情也不是很好 我們就衝到我們去說感情也不是很好 那這個感情不好的話 通常是因為聚少離多的問題 那怎麼講 這個男生 這位男司祖 你的感情生活 就一般人而已 算多才多知 當然你每天都是為財所困 不是為財所困 這一點要注意 那因為你的大運不佳 流連也不太好 2015開始不好 2015 2016 2017 2018 今年2019 2020也不好 而且2019 2020 小心啊 有一些冷死在等你 但是年底那一個先解決 年底那一個 是一個車禍 10月11 小心 所以就跟你討一下台 2020 明年也不好 2021的話 好一點點 你真的要走運 要從2022開始走 2022 2023 2024 2025 2027 從2022開始走 走五年好運 那今天要講到這裡 有什麼 有什麼需要 記憶不了解的話 歡迎來跟老師一約時間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